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最高照 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11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 今天早上原来是我们三个人有我家吗 有我小青 有我伟姐 我们又从这个外国说起吧好不好 那我们就看这个在中国 农民工单身的有两亿 农民工是什么意思 农民工在中国就是说 从各个地方乡下到城里来打工的 这一部分就叫农民工 那在中国有14亿人口里面 两亿五千万的中国农民工呢 是漂泊于城乡之间的 就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的时候呢 仍然很难到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一步 个人数不尽的苦楚和无奈 不但在这个前几天所过的这个光棍节啊 就大显的中国这个问题呢 十分的严重 非常难解决 有一个这个24岁的农民工啊 叫刘建飞 他在北京这个益庄地区呢 一个建筑工地里面 那么他的工友呢 就端着晚饭走进宿舍呢 躺 晚上就躺在床上和工友的吹吹牛 聊聊天啊 就成了他全天最解乏的这个时间 这闲聊的话题呢 几乎全都离不开这个女生 离不开这个姑娘 这个这个情景啊 我曾经啊 有一次啊 就是在我假期的时候 去到中国 有一个朋友啊 就带我到 带我们几个啊 朋友就到一个军营里面去参观 在北京 北京的一个军营里面参观 那你走进那个军营之后啊 那个军营有一栋楼啊 就你刚走进这个军营的大门呢 那所有的窗户就打开了 为什么呢 所有的窗户里面就露出几个人头 就是那个士兵的人头就出来 就看 看什么呢 正好我们五个人里面有一个女生 穿了身裙子挺漂亮的 然后就看着这个女生 就是一直目送这个女生呢 走走过这个这种大楼之后呢 那个门窗户呢 才慢慢的关上 哇 你看这个这个 这个人是不是好像与世隔绝啊 对啊 在在这个军营里面 嗯 就是有一个女生经过的时候呢 就大家都感觉到呃 非常的就是 养眼 有没有被人这样子 想要尝试箱啊 不想不想 所以就说这个 在中国啊 出生在八十年代后的这些新生的农民工啊 那么总数呢 已经是八千多万人了 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了 所以呢 那在中国有一项调查报告啊 他说新生的农民工呢 普遍是面临着想交友的时候呢 没有时间 想谈恋爱呢 没有人选 想倾诉呢 没有对象 这么的困境 呃 根据他国家的统计啊 在去年 这个全国农民工的总数是超过了两亿五千万 平均年龄呢 是三十六岁 所以这个八零后啊 九零后啊 为主体的这个进 进城大军呢 在辛辛苦苦的奔波的同时呢 也必须要忍受 异乡的这个孤处和情感的压抑 那农民工呢 都认为呢 可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四位主要的因素 就包括 第一是家庭 第二是感情 第三是事业 第四呢 是收入 这四项呢 成为农民工这个幸福感的主要的因素 而且前两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家庭跟情感 是最重要的 那么 呃 有位大学的教授 他就说 呃 农民工群体的情感的问题呢 如果持续被边缘化或处理不好 会在城市和农村中衍生出 呃 出入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啊 呃 夫妻分居所造成的离婚问题啊 助手儿童的心理问题啊 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些问题啊 当然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问题会比较比较少啊 不过呃 我觉得这种趋势呢 也是也是开始开始出现了 有没有啊 这个 威杰 你觉得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这个呃 城市化的进程也是非常的迅速的啊 对对 呃 这个呃 呃 从外坡 就是来吉隆坡做工的 甚至是东马来吉隆坡做工的是越来越多了 对吗 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城市地带 特别是我们巴申谷这一带啊 嗯 你就要面临的你你未来未来这个竞争力吗 对 未来竞争 你未来的感情生活 你未来的这个组织家庭 嗯 我觉得不可能那么每个人都想小心那么幸运 对吧 嗯 是吧 每个人都是经过的一番的这种这种挣扎 对 啊 这日子不好过 好 我们这是要不要这个生在福中库之福就好了 好 我们回来来看看这个赌博这个现象 我们呃 昨天我们讲这个呃 呃 李李李宗伟的婚礼的时候啊 就就差有一个插曲就是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赌博的 赌博的这个现象 嗯 那其实在在马来西亚呢 这个呃 现象呢 呃 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一个话题 是吧 那么在呃 其实啊 小青 嗯 你不要以为你山高皇帝远啊 在沙拉越 在沙巴 其实这个赌博的现象呢 也越来越严重啊 嗯 那么呃 内政部呢 就部长医生部定 他说内政部正在监督沙巴和沙拉越 网络赌博的这么一个课题 沙巴沙拉越也有开始网络 也开始网络赌博了 呃 警方正在采取特定的这个行动来监督呃 东马沙巴和沙拉越赌博事宜啊 确保这个事情不会扩展 那他就是担心网络赌博事件呢 将让这个青少年跌入犯罪的漩涡 呃 他也说了呢 这是国际犯罪团集团的这种方式 特别是在当今已经是没有边界了啊 马来西亚以其他的一些国家在打击跨国罪案中间呢 也是建立了这种这种什么这种合作的机制 所以沙巴的这种赌博呢 呃 也随着这种网络的这种深入啊 各个城市包括KK啊 包括三打根啊 这些地方啊 都有很多的人这种参与了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参与的 参与赌博 就是那种赌球了 呃 上网去赌啊 这这这一类的有没有 嗯 球赛来的时候就会吧 球赛来的时候就会 对 嗯 就是这个主播也是不分种族啊 哈哈 也是非常就是 呃 非常什么流行的 现在我看 对 而且现在很方便啦 人家都透过网络按按两下就可以 就可以下注了 就可以下注了 嗯 所以很多人就就谈着这个方便 就到网络 无聊的时候就去赌博了 就去赌一下 就试一下手气啊 好 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消息啊 呃 让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 嗯 你从社会上看 这些社会新闻 那有一个 呃 妇女啊 呃 她是来自这个 普中的啊 嗯 然后她这个 发生了这样一个事 她求助无门 结果最后找了我们一个朋友 啊 这个朋友呢 是人民党的这个 这个顾瑞荣 哦 嗯 那怎么回事呢 这个信尿的女士呢 她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就收到一张呃 发财的一个一个 一个 leaf leaf leaf啊 一个传单 那她在呃 当时呢 因为呃 很多事情都不顺 呃 结果得到一张传单以后呢 她就若有所思啊 就联络这个传单的这个师傅 那师傅呢 就叫她呃 慧敬五百令吉呢 来帮助她买一个神字 嗯 结果她也相信了 这这五百令吉就慧敬去了 呃 过了几天呢 师傅就寄了一张 投奖的这个彩票的票根 就照片呢 以佛牌 呃 这些东西就给她 那么就叫她 再慧敬几千令吉 来协助去做法 以防呢 她真的是中奖之后呢 就没有福来消费这个亨财 嗯 呃 你看啊 就是你 你你先给了五百令吉啊 嗯 你给了她收到这五百令吉 她给你一个彩票的票根 嗯 但是你拿拿了这个票根之后呢 就不代表你就能马上领到这个彩 嗯 还要继续再给一些钱 来做法 做法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去领这个钱 你就可以有福去享受这个奖金了 嗯 啊 所以她也信了 然后之后呢 她就一直汇汇汇汇了超过三万块钱 嗯 给这个师傅 她花光了她自己所有的这个储系 结果师傅呢 还联络这个大尔龙啊 借钱给她 你要拿这个这个彩票一百五十万啊 嗯 你要给这么多这个钱来来呃 来打消 嗯 嗯 得不到什么 你得不到这个呃 享福啊 对 你拿这个钱 但是你想受不了 嗯 你就不断的给钱 你没有钱 怎么办呢 没有钱 不要给 嗯 我让你借 嗯 啊 我找来大尔龙你去跟着大尔龙借 真好啊 服务 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 啊 结果她的用了差不多二十组的大尔龙啊 啊 就是啊 已经欠下了就超过四万块钱了 嗯 结果到了九月呢 他实在没有办法去还这些大尔龙的 大尔龙开始到他家啊 呃 就派 也是派传单啊 泼妻啊 恐吓啊 等等的 嗯 这些事情 结果他实在是是撑不下去了 坚持不了了 他就一直和他的这个师傅保持联系 对方呢 也就一直说 呃 如果没有收到足够的钱呢 绝对不会把投奖的票根呢 给他 所以他还非常的愤怒 就对这个师傅非常的愤怒 我都给你那么多钱了 你这个票根还不给我 天呐 那这样拿了这个票根 你相信他能换到一百五十万 哈哈哈哈 呃 结果他说 呃 之后呢 他也向这个警察投报 这结果呢 警方呢 一直拖延呢 就表示这调查在进行中 还叫他呃 搬家呀 或换电话号码呀 呃 以免这个大尔龙继续找上门来啊 呃 你说这个人到底 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 啊 就是说他他他这么容易就上上当受骗 还给出了那么多钱 啊 然后呢 呃 他们最终就找了这个我这朋友 人民党的呃 呃 这个呃 朋友呢 就去呃 呃 跟警方交涉 呃 他说警方呢 呃 应该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的更好 不应该一拖再拖 结果呢 当他打电话向这个警方投诉在询问进展的时候呢 那警方又叫这个人呢 他就说呃要耐心等 可是呢 警方呢一直也不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 嗯 好 就这么一个事 而且还登报纸了呃 报纸还登的挺大 回家 你怎么看 怎么看啊 就 就 不知道耶 就这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报纸也每天在登 嗯 就人 我们很多人 也不断的在 犯同样的一个错 不知道是这些人是文盲还是怎样啊 就 报纸都写得出来 应该更加的警惕啊 嗯 而且 手段也是一样的 嗯 嗯 就搞不清楚了嗯 搞不清楚为什么还还要翻同样的东西 你 你说他这个是文盲呢 他还是个文化 文化啊 怎么说文化呢 那你你说你要文盲的话 你不认识钱 嗯 那你怎么会被人骗呢 嗯 对吧 呃 你你啥都不认识 你也不知道呃 这些这些东西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这个 这师傅 你也不知道师傅是干什么的 你这就是文盲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就是文盲 嗯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你要去找这个师傅啊 你为什么要呃 就去去跟阿龙借钱 你为什么要呃 我说死阿龙非痞阿龙啊 别误会 哈哈哈哈 那你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 你觉不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文化 文化 对 被骗到变成文化 不是被骗了文化 这这个文化就是说你跟他祈求的时候 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一些的这个呃 机会或者是得得到一些横财 嗯啊 这这这这种有可能的 所以就不断的有人去去去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 有人相信这做这些 有的人小事就算输掉了 他也没有太在乎 有的人呢 就是说哎 一心横下心就就就就堵个你死我活吧 反正就是我堵下去了 全部身家堵下去了 而且这种诱惑越来越突出了啊 今天告诉你啊 你拿这五百块钱 你这个票根就有了 明天你这票根不能用 然后呢 你再要加钱 然后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你不断的就是呃 顺着你自己的这种贪婪的这种心情啊 然后你就一直越踩就越深 越踩就越深 那今天你你就踩下去没办法了 你就找人来给你给你申冤 给你协助给你出气 最终警方呢也爱理不理 你你觉得为这样怎么样才能够去去怎么 彻底消灭这一类的这类的事件的发生 有办法吗 人本来的略更性 略更性 对 有点难 嗯 其实的确这是这是一个文化 我不知道这种传承是怎么传承的方式 而且呱呱 好像在这之前的呱呱乐啊 也是闹到轰轰烈烈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到最后还是有人被骗了 知道今天还是有人被骗了 我觉得我觉得 我们回到这一点上 我觉得还是人性啊 人性那种贪婪 贪婪的那种那种心态 然后他至少他有要有一点基本的常识 就是现名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这种基本常识 但是有一些东西他给你一些的启示 你不能说他全部都是假的 嗯 你不能说他全部都是骗的 举个例子来讲 很多朋友去买多多吧 对 很多朋友去买万字吧 对不对 你说他们骗你吗 他们没有骗你 嗯 你有时候是中到了 你有时候几块钱 你就中到了一两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给你了一个印象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都是骗的 对吧 不是所有的赌都是骗的 所以你就会上上上另外一条船 哦 那个赌那来的可能更更加更加好 那个师父说的可能就能够显灵啊 你就你就奔着这个显灵去的 你就奔着这种做法去的 我们很多的小报 很多的是看风水的 你不相信你去看 我们有生活报啦 这个什么之类之类的 有很多这样子的报章 我们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报章还是由KDM发出的执照 哈哈哈哈 报章的这个执照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会会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嘛 可能是受政府鼓励的 就是你你越多人信这种东西吧 呃呃我就越好管你 就是人不要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你就去搞人权了 搞搞这些什么呃集会四二八 你不太聪明的话呢 你就一天呃一天两次三次去神庙就好 嗯 哈哈哈哈 去神庙求老千就好了 呃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还有一点啊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为什么警方啊 呃对这件事不理不睬 那为什么警方对这件事不理不睬 实际上这警方真是对这件事情不理不睬 其实不是 那这件事情是警警察呀 都是属于那种求之不得的 嗯 你知道吗 因为这件事情呢 警方呢是呃可以找到汤头的啊 因为你你告诉我你这谁是你的师傅啊 然后你告诉我你跟他哪些大有龙借钱了 嗯 然后警方呢呃自己就会去光顾那个师傅那些了 哈哈哈哈 做协调工作啊 去做做这种协调工作了 协调完了之后呢 他回来跟这个施主讲啊 呃小青啊 嗯 这个事啊 只好你自己搬家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你你知道这警方的这个这个流程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你听到你报案之后啊 他首先要做一个评估啊 这个案件里面有没有油水啊 他是不是一个恶性的刑事案件 如果说你你你来报案你说呃我我们家有人在这个门口被人暗杀了就啪啪两天给打死了 嗯 这种报案呢呃对他来讲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嗯 你知道吗 这里面是没有太多油水可可可可捞的 而且这里面一定要找到人被把他提控上庭去的 嗯 但是你要是告诉我有师傅就骗了你的钱 嗯 这个是好事情啊 因为这个这个是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件事情 嗯 对警方来讲啊 就是说OK 那我行 你报案我给你记录下来了 嗯 但是呢你没消息 没消息不代表我没工作 嗯 我去工作了 我去协调了 我协调好了 然后告诉你你去搬家吧 哈哈哈哈 这所以这这是这个警方 你们要了解他们是一种怎么样的作业方式 加码也熟悉的警方的 我熟悉了 我也我也是受害者之一啊 你被被被被骗过 那我我倒不是被骗过 我是我是被人盗窃过 哦 被被人盗窃了 盗窃了呢 我就是告诉这个调查的警方 那警方很快就知道 这是这个干案的人是谁 但是他不是把这个干案的人呢 去找出来或者提控他 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去做协调 哦 真好 这是协调 所以协调的时候呢 那这个干案的人就是OK 多少能够盖掉这个案子 销掉这个案子 两千三千 销掉这个案子 那就两千三千 然后这警方就会告诉你了 嗯 我们没有办法就没有拿到足够的指纹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那这这这个事情就没解了 哦 地方治安不好 找地方办了 嗯 所以你你你你要知道 这有些有些事情 这一类的事情啊 呃 有时候呢 你越是越是有线索的话呢 其实越是破不了案 哈哈哈哈 呃 OK 好 再讲到警方啊 真是警方有很多的这个 不是个别的害群之马啊 警方真的是有蛮多的害群之马 有没有看 呃 昨天还是前天的一个报章啊 呃 就报道了有几个这个 怎么 一个印尼的女佣啊 就是被被这个三个警察啊 呃 人间的 嗯 这件事情 呃 他他怎么回事呢 他就搭了一辆这个taxi啊 就走到中间的就被拦了 他跟那个taxi的司机呢 也还都挺认识的 哈 那个当时呢 警察就要他出示 呃 护照 他就把他的那个 服印件的护照就拿给他看 对 那警方就说不行 这个不行 呃 带你们一起去警局 嗯 结果那个司机呢 就也被要要带走啊 嗯 就那个女的就挺好 就说呃 不关这个司机的事 你把他给给放走算了啊 就给他放走了 这个女的就跟他们到了这个警局 那到了这个警局的话呢 这个就问他 这个警察怎么可以set up这个事情 他说怎么可以set up 就拿钱了 你有多少钱 呃 你有多少 不不不阿不利布啊 你有 呃 不不阿不不利布 这样子在讲啊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说没有 我是空生一个啊 就是自己 他说可以啊 那你就拿你的身体 来来来这个什么 结果最后他在没有办法的这个情况下呢 就就让他们这个这几个警察啊 就是轮监啊 之后呢 他就去去报案了 那这个情况 今天我所了解的情况呢 就是呃 警方呢 已经控制了这几个这几个警员了啊 要把他们控上这个法庭 但问题是哈 呃 这个是冰山一角 嗯 呃 有多少人 就是被被这种这种无良的这种警员给侮辱了 被强暴了 那么呃 为什么警察里面会出现这样子 我们整个警队的素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 嗯 这是我觉得呃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到说呃呃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 是保护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 对对 那但今天你你警察做匪徒所干的这些事情的话 你你让我们怎么把自己的这个呃 呃 家人财产托付给这个警方 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这个作为内政部长的现象目定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去处理这样子的事 嗯 还是说每一次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都把它说成是哦 这是个别的现象 然后呢呃大部分的警员都是好的如何如何的 马来下治安很好 他除了这么这样讲都没有其他的说法了吧 嗯他说嗯对除了没有其他说法 我总觉得呃应该做一些什么吧 对不对你你你你你比如说这几个人有的时候警警员犯了犯了犯了罪之后啊 有些罪刑事犯罪之后呢 他们啊是被控被控了以后呢呃有的就判刑有判刑呢就没有实行 有的就呃进去一两个月就出来了 就是重新重新重新就再重新啊 这样子的就就躲过了一个一个惩罚 嗯 这样下来你看所有的警员呢都好像是被包庇的这么一种结果哈 就是没人没人敢对这个呃警员的提出更更更更深的这种更大的这种啊控诉 有些人的最后还是呃不断的受到这个警方的一些呃侵害 好这种情况好那我们啊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说哈 就是呃董总准备是在这个1125的举行这个什么大集会啊 那董总这一回呢就是呃术士待发了啊就通过发布呃一些的小册子啊 来阐明主办大会的一些应由和一些的这个疑问 嗯 然后号召呢各族的人民和各阶层的人民包括朝野的政党和民间的组织都来出席 来表达人民反对这个单元教育啊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新生 呃 呃据董总所说哈这是目前的已经有了200多个团体的敲定参与请愿大会 呃董总也希望的出席的人数能够超过万人啊 在另外一边乡呢就是呃马华的这个在政府担任副教育部长的魏嘉祥啊就接到了呃 呃来自他的部长慕依丁的指示说要在下一周安排呃华师和这个官员来就呃教育发展的大蓝图来做一场对话 那么这般一个安排是不是也是上次一样的哈 就是冲着926这次冲着1125啊 就是在你这之前我先给你搞一个对话来来舒缓呃 这个呃啊对舒缓这种紧张 好我们看到这个魏嘉祥呢就呃 所以这这两天呢就在双微跟那个呃 呃华总的总会长发生心还有教育的主席王朝群 还有包括了这个全国校长职工总会的彭忠良这几个人呢 呃一起针对马华三机构在10月6号所举行的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研讨会所提成的一个备忘录做一个最后的修订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在华教这个课题上面呢 呃我们有两个甚至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派别啊 一个呢是这是呃当权派的也就是马华这一派的呃 另外一个呢就是呃董总这一派的呃 呃你看这这几个派别呢都在这个教育啊大蓝图这个课题上呢 要向政府来提成一个这个这个备忘录呃 呃到底这这些派别之间他们的这个分歧所在在什么地方 分歧所在什么地方 呃 当然为什么就是既然没有分歧的话 大家何不呃就是一共同起脑起讨一个这个呃备忘录交给政府 嗯对啊就就怎么那个魏家祥的这个会议你就没叫董总一起一起过来参与 嗯所以这这这有大研究啊 有有大研究哈 其实其实话也说回来啊就说呃呃这个在国家教育大蓝图这个课题上啊 我觉得呃非常的呃怎么讲非常的吊诡了因为呃大蓝图之前呢他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的这个巡回 对呃巡回汇报 嗯然后收集意见 然后再起草了在这么一个蓝图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呃董总也好或者是马华也好啊 从从这个基层来的提出的一些的这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啊 但是这个大蓝图出来之后呢据说当时呢我们据说是呃百分之九十呢是来自于民间的这个呃这个意见啊 所以呃在这个大蓝图出现之后呢反而呃这个呃引起了这个华社里面呢 对对这个大蓝图的这个反弹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反弹的最大的一些焦点又在什么地方呢 各位哈哈呃这个 就就那个反弹的地方都是 环绕着就是关于这个华教的了就在这之前那个木木一定也说过了 嗯不就是请问啊他就说我这个多圆流的这个学校是阻碍这个呃全民大团结的一个 Mädchu' 呃呃1个呃一个 uh 就阻碍群绕的一个嗯 呃物嗯嗯 所以在过后它们在这之前木桧比 before 嗯 他们在这之前摩先生说过嗯 他们会公平对待各圆流学校嗯嗯 但是在过后那个大蓝图出来过后嗯 他好像又又反那个调又反了 说说阻碍就阻碍大团结 就证明了他们不会 不会去发展这个各多元留学校的这个方向去前行的 其实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也要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一种 政治的格局一种政治政治的这个角力 昨天有说过的 就是你看政府其实需要这种 你有你的这个华华文教育 那你的华文教育呢在你的你的圈子里面呢 你去进行 那我不会消灭你 当然也不会刻意的去发展你 对吗 让你在你那边的去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那么作为一个滑稽的政党 滑工会呢 他必须借助于华教呢 在里面去去做一些的表演 捞取一些这个政治上面的资本 对吧 所以他也要用这个华教的这个课题 那么要形成一个什么格局呢 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已经习惯的那样子的一种格局 什么格局 就是说这种东西呢 要由董总呢 来来什么要要起草 要由他来发动的那种反对声音 反对声音又从他那边出 然后呢 要由谁来协调呢 要由这个马化工会来协调 所以在整个华教里面呢 形成左翼的跟右翼的两种势力 那么什么是右翼呢 就是以马化工会为主的 剩下的比如说这个华总啦 七大乡团啦 等等的这一些啊 pro国阵的就是支持国阵的这一部分的右翼 加上的一部分呢 就是左翼就是不支持国阵的 或者说我是像董总这样 声称是怎么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些的团体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民间的这些团体啊 来扮演这个左翼的这种角色 那这两种角色呢 实际上呢 呃在整个华社中间呢 实际上是混淆的 其实我不知道我应该站在哪一边 我不知道我应该支持谁 反正我支持谁都没有错 因为为什么大家都是为了华教 大家都是为了要把华教搞好 所以我支持谁都并没有错 那么但是我我要支持这种种呢 是因为呃他看的更深 看的更远啊 他更加主动 更加积极 我支持董总 但是我为什么要支持马华呢 是因为董总是只能喊 他不能够办事 那只有马华才能够办事 那最终要把这些东西协调好 要能够完成的话呢 必须要靠马华 对对对吧 这这就是我们这几十年来 所学到的一样东西啊 而且我们还要继续的 不断的去传承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不仅是我们从学校受教育要传承这样东西 我们从我们的中文媒体里面 也也看到了不断的就看到这种矛盾的两面 然后呢你你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必须就是呃 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下啊 继续热爱你的华教 继续支持你的这个华教啊 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必须随这个大流 包括今天在这个课题上啊 我们回到来讲就是这个呃 明年这个方面啊 明年在这个课题上呢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一个啊 非常明确的这个主张 因为这个时候要给任何一个明确的主张的时候呢 都可能真正实实的影响到选票 嗯 会吧 对 所你说所主张是在这个课题上有任何的一个立场啊 对对任何的一个立场 哦在在这之前明年也有表态过 就针对华教的课题啊 就一旦我们执政就守我们执政过后了 就一旦我们执政过后了都会公平的对待这个 个如果那个地方是需要到华晓的都会见啊 所以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表态了我们本身 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这个大蓝图 哦 那个国家的这个教育大蓝图啊 呃我我之前我经过了一些讨论啊 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状况呢 就是说呃 教育大蓝图呢 的确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 对那在整个社会里面啊啊啊除了华晓之外的 其他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啊马来社会 印度英语社会甚至英文教育源流的这个社会啊 基本上都认同这个大蓝图的这个呃 这个大的这种格局 嗯而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明年也没有提出啊 特别的反对意见 而只是说就是怀疑这个大蓝图的实行 他能不能够啊执行力啊有没有到那个地方 那那今天呢就是说呃呃 呃董总所所运朗的这一次的这个呃 活动啊这次大集会了 其实却完完全全呢是反对这个大蓝图的这个 执行所以就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面临就是说他有多少的真正有多少的这个支持率啊 支持率有多少好我们休息一会啊 一会儿回来我们呃继续来说这个1125的课题 没有问题 我爱我的国家 关注国家社会动态 从UrienFM开始 我是颜贝尼 共振党万绕区周一元 楼链当头 自由高照 欢迎回到天马行空 现场有我小青 有我家吗 有我伟姐 好我们说到这个呃 呃1125哈 对 我们看到这个董总呢也呃在这些天啊不断的打一些广告 对很积极 很积极打一些广告 而且在广告上面呢呃留下几栏那个回质 就算你有没有呃愿意要参加这个大集会 你把你的这个团体的名称负责人就呃发过来啊 那用这种方式来收集就是呃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会出席呃这个1125的集会 呃呃呃 呃呃呃 rural的这个叶心田呢 他说呃 呃基于目前的人民呢呃呃不满 呃呃 那么出席人数呢 有極其重要的一些呃呃呃 Reich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人数越多当然就是越有这个声势了啊 嗯啊 确保人数能换起政府呢 对诉求的这个重视 把能够迅速呢 纠正了教育体制中的一些错误之处 在世界走向多元潮流的这个此刻 在坚持1956年所通过的最终目标 无疑是过时了开倒车的一些做法 如果政府呢不懂得辅顺民意的话 人民就会懂得该怎么做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借用这个时机 那你不满足我的这个要求呢 我就号召人民呢就不投你的票 当然我们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意思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 那只是说人民必须要了解 政府的这个立场到底是什么 首先一点你就说 你要让人民知道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昨天我们其实有谈到这个个题 我的意思 我的看法是说 政府呢不需要消灭你滑脚 对 但是呢也不会说让你滑脚 它办得怎么这么好 发展得如何的成功 对吧 它也不会让你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说我要保持了这个烟囱 我要烧这个火 这火一直要在烧 烧的目的呢就是使得我整个马来社会呢 感觉到华人社会里面所造成的一些威胁 对啊 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威胁 对马人的利益所造成的一些威胁 好 那么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 董总有没有去传达给给这些这些人 对啊 如果你没有传达给这些人的话 那这些人呢可能还不晓得以为政府一定要消灭你的滑脚 如果你政府一定要消灭 但是你看这么多年来消灭了吗 没有 没有消灭的原因呢 他告诉你是因为我们纷争了 因为我们抗争了 所以政府没有办法要消灭我们 嗯 所以他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事实 就政府其实不意要消灭你 而只不过是呢 呃 借你的这个滑小来做他一些政治上 达到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目的 嗯 所以董总也变成了武统为一个棋子 也变成了一个棋子 也变成他所进行的这一个棋子 所以你看在这个 这一个党儿哈 就啊 就呃 教育部就要开一个会 就邀请你这个华社来跟我谈 谈这个这个什么 大蓝图的这样的东西 就说你董总你明明知道你没有办法 而且你也认定这个呃 政府是要消灭滑脚的 你也你也经历了好几场的抗议了 你也经历了好几场的集会了啊 你这些抗议你这些集会 你都不能够改变 改变什么现状 你1125的话你人是人年是超过一万政府就能改变他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方案嘛 我相信是改变不了的 对吧 所以你也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在我们这种评论人的眼里你也变成了一个一个政治筹码啊 那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来出来表现一下就是使你的总总呢能够继续呃 加温你的议题能够继续升温你的地位呢一直能够得到呃继续的这个这个巩固啊 当然这是你你的这个出发点啊 啊我们看任何他的团体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出发点啊 那为什么在这个立场上面叫总他到今天为止他也没有决定他要不要参与 要不要出席这个董总的这个会议 然后他们又会是绑在一起的 有的时候又是分开行动的 所以所以你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一点啊 就是你看我们一般来口里面已经叫惯了董教总董教总 对吧 然后从最近开始我们开始要分开来叫了 董总是董总教总是教总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走在一起 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分开来走啊 就是像两个就是呃呃小小情侣一样的啊 呃有看到有人的地方就分开了 没人的地方又走到一块了 这是这么一种一种一种特点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1125要临近的时候啊 呃韦杰你你你你们怎么看 这一次你看我们经历了好几次哈 有几场是我亲自参加的 包括这个325我也是亲自参加的 阿龙参加了这个926 啊926在这个啊 我也有去 你有去啊 两场你都有去是吗 对 我没看到你啊 你多要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呃OK 然后还有一个520记得吗 在关单的那一场啊 啊关单就是 哦那个美式的 申请关单的那一场啊 呃其实最最最多人去的这一场呢 520呢是官方报道是5000人啊 啊然后这个呃什么呃926呢官方报道呢是1500人啊呃马华报道呢是900人啊所以所以你看这个人数在在在在少下来了好这个1125呢嗯那又成为一个焦点了对他会有多少人参加呢嗯啊这些人又来自什么地方呢我我我我我记得阿龙上次告诉我啊 这个926好多大巴嗯都是从什么柔佛州啊马六甲啊这些地方来的嗯对吧而且整场里面呢你就说20岁以下的你几乎看不到啊嗯这30岁以下的呢寥寥无几对对吧啊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嗯啊所以所以这个这一点呢就是呃董总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面就得到一些这个讯息得到一些 市场的市场的市场的这种反馈嗯嗯嗯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支持他们的人嗯是哪一个群体然后开始是不是在逐年下降就测试自己的温度吗对去到哪里对在这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你看啊我我今天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看哈80后甚至90后那么呃我们了解不了解这个他们华教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他们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呃这是90后很多人呢现在就是毕业都要参加什么国民呃国民服务啊那通过这个参加国民服务之后呢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哈我我我所了解到就是说从过去呃反感对这个国民服务反感到现在呢就是争取报名要要参加这个国民服务说明什么呢 嗯说明这是国民服务的确呃给一个机会让那个新的一代哈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去融融合能够实应这个多元族群的这么一个环境嗯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要要新的一代啊继续老的一代的这种这种生活啊方式或者学习方式 有没有可能以一种又能够学习到自己的语言啊自己喜爱的语言啊又能够得到这种呃各族群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状况嗯会不会是呃来得更好对但是那是与你的看法对于将这样的一种模式要怎么样去进行会比较好啊 嗯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首先要给我们一些一些正确的观点啊一些正确的观念啊呃第一来讲呢我们应该是尊重多元的这是我我的一个原则呃所谓的尊重多元呢就是说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你应该接受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育啊 你应该呃呃呃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都有五方八门什么样的学校都有嗯应该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当你了解你这个权利要被尊重的时候呢你就有这样种自由来选择自己要要去什么样子的一个学校嗯那么今天从从这个一般的家庭来讲你是什么样一种的这种选择的导向呃你是你的职业生涯作为你的选择导向 是你的最重要的考量呢嗯嗯还是以你传承文化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呢嗯那还是以你的爱好本身的爱好做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呢嗯我觉得我觉得基本上离不开这三点吧而比如说小青呃呃你你你你当初你出来你你受教育的时候父母把你送到什么样子的学校他无非就是考量嗯你将来要做什么吗将来要干什么吗嗯对吧 呃作为这种考量那么第一个考量就是如果我将来是要在马来西亚做一个工作的话那我可能是考量他什么最重要可能他必须呃英语要掌握得好了国语要掌握得好了很多家长认为这两个里面掌握得好中文只要能说能解能讲就行了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我我觉得很多家长都是一种这样子的方式来考量那我不不是说这种方式是最正确的方式但是我是说这种方式 考虑的方式可能是最多人以这种方式去考量嗯啊当然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说我要最好的那门语言就必须是中文其实那也没有错你只要只要你觉得这样子是你认为可以的你认为好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话你就照你的这种方式去做对对吧但是问题是说你就算要你的中文是最好的话 那也未必你必须进这所学校你这是最好的嗯未必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但未必是这样子嗯也就是说在一所学校里面你你你看啊我们在一个华小是不是也学这个英文马来文还有中文三样都学嗯对吗那国小呢他通常呢是英文马来文是必修的嗯剩下的呢是选修的选修的这个课程所以在国小肯定的一个情况呢你马来文英文 会比较好啊第三门的那个语言呢可能会比较弱啊这是一个一个现象一个相当正常的这个现象嗯那么在华小呢也会成为一个相当正常的现象就是说你可能中文会比较好嗯这个英文和马来文会比较弱嗯啊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嗯对吗OK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未来的导向你要你的什么语言最好嗯嗯 到未来你走入社会未来你上中学上大学之后嗯你要你什么语言最好你要你的这个华语还是保持最好嗯剩下的语言其次都无所谓呢还是需要这个时候要要补饿补我的这个国语和英语然后华语呢就反而晾到一边嗯可学可误学所以这种状态呢就是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华裔的这种半头水半头水半头水的嗯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结果一个受教育的这个结果啊这是今天我们在华裔社会里面所存在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嗯它有好处吗有好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嗯我这个半头水半头水我很适合做什么呢很适合做这种cells啊能不能我我打什么吗可以我都可以用得上对吗我打这个华人的吗可以打马来人吗可以打印度人吗可以我都可以用得上嗯但是我不太适合做什么呢不太适合做这个intelligent的一些工作比如说 高层的管理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教授比如说政府的官员这些都不适合我做嗯因为我的这个马来文跟英文都比较弱我只是中文比较好嗯所以这个这个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或者我是这个中文我也好也好不到哪去嗯因为我这是小学的水平嗯我小学考了这个中文我考了好好几个A全部都是A但是我上中学之后我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长进 嗯结果的中文也是半头水嗯所以今天你要应聘一个中文要求以中文做做这个媒介语言的这个工作你也是相当的困难嗯嗯所以这整体的这种教育方式所以你为什么不给这些家长呢给这些新一代的这些人一些自己思考的这种余地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你的这个思路去去去去想呢 对嗯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具体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问题了哈好了我们就是呃呃呃拭目以待哈我们看这个董总的这个1125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记得926的时候呢董总也是给了很多很多幅的这个广告啊花了大概80多万钱的这个广告费嗯啊那这一次呢广告费呢这个也也不小嗯 不过呢呃呃这一次呢呃有没有可能呢比上一次吸引到更多的人呢呃呃这一次好像要25是拜周末的时间吗对是吗哎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呢我们事物以待吧啊我希望就是说不论怎么讲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就说呃我是支持因为你有意愿你就要去表达出来嗯啊表达出来但你表达出来呢呃不代表就是说我们呃呃 都认同你所要求的这样东西啊啊不代表都认同你要的这样东西但是你要的这样东西你我相信你你机会也好你没机会也好政府是知道的政府已经有他自己的一套的这个应对措施甚至连政府的应对措施该怎么样应对呢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的其实是一心二楚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呃今天华教的课题呢就是一出戏一台戏 各扮演各的角色然后这台戏唱完了之后呢下一个演戏的季节呢大家再重新粉末登场哈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啊呃呃呃你看现在已经是呃来到了呃迪波瓦利了吧对对对那我们下面就要说都要节我们就要来说这个印度人了但是你知道迪波瓦利一过接下来好几个节日啊比如说这个圣诞节啊嗯对 Christmas啊再介绍就是华人新年嗯对吧那么这些节连在一块的时候这个大选怎么选呢这日期要怎么定呢嗯呃呃这个公正党有没有内部消息跟我们俩透明哈哈哈哈我们公正党啊就在最近所筹备的都是筹备这12月12月会进行大选嗯然后过后我们内部也有听到的就是在3月不是12月就是明年华人新年 过后过后过后进行这个大选嗯但是日期我们都猜测了很多次啊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倒数的时间了怎么怎么跑也跑不过六个月里面了呃跑不过六个月里面好你看我们我们你看啊11月的大选日期应该是不成立了吗嗯嗯对吧11月的大选日期应该是不成立了但是他们还不排除是12月的不排除是12月嗯那就是如果是要落在12月的话也应该在12月头 哇嗯嗯是啊嗯对就żybell Stevenいる啊ardi喔irmk哪有节ικ什么啊μc Veh� delivering uh嗯对圣诞赛之前最少12月头你要解散国会吗嗯嗯小系是透露是11月委会解散11月会解散国会对呃呃在12月头来进行大选嗯大概我觉得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的这个猜测了啊最后一次的猜测了啊如果这个猜测啊仍然不能够实现的话呢那整个呃整个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没有悬念的 这个大选日期了 那就只有落在三月份了 那个三月份 甚至有人可以猜测 这个准确率 达到99% 也是三月的多少号 要来来大选 都能够猜得出来 是谁猜的 不用谁猜 谁都能够猜得出来 你只要掰开来 那个日期来仔细来看 仔细来算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 都能够猜得出来 那么这个大选 你怎么看 这个慰藉 你觉得胜算和这个 失算的成分 各占多少 胜算是说 我们明年这里 就我们明年这里 都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就在这之前 我们在半岛308的时候 都打得一场不错的战 就我们在半岛 算是拿到了majority 但是在这个东马那里 我们就 就失去了很多的议席 但是在这一次大选呢 在这这近期 就我们的这个 四选领袖安华都有 尝到沙巴跟沙拉越 我们有注重在那边 而且那里民众的反应 真的是很不错 跟我之前在沙拉越 这个周选的时候 反应是 真的是很大的不同 以前我们去那边办一个讲座 就算有安华下来的话 跑到最多也是 300人出席 但是这一次出席的人数 真的是 好像 308前夕的 冰城雪中那种人数出现 所以我们对东马的 这个议席 真的是抱有期待 抱有期待 你觉得在东马来讲 沙拉越的这个机会大 还是沙巴的机会大 但照着现在的局势是吗 在沙巴那边 的确真的是有很大的突破 然后沙拉越这里的进展 就没有 没有沙巴来的快 但是说突破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周都 应该突破的成绩 都会相当的标签 对 应该都会跑不远 那种层级 但是我感觉是 国阵的确面对 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到 这个沙拉越的时候 首相一直不断的 在呼吁 大家来支持政府的 转型 当然我们也看到 蔡希利也不断的 在呼吁说 要维护一个和谐和通过考验的 这个政府 他觉得这个很多国家都正在 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 那么不能够否认的是 在过去42年里面的这个转变中 马来西亚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所以为了确保国家取得更加的 这个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人民呢必须是和政府合作 然后选一个最可靠的这个政府 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华所面对的这种危机 这种危机感 看到了 好 那我们再来 这一点时间呢 我们谈一下这个 什么 这个AES 那AES来看就是 之前 雪州就已经 明年四周都说不要实行这个AES 对不对 但是呢好像这个交通部呢 是刻意说还是必须要实行的 不管你明年同意还是不同意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道路上 有一些公路是属于这个联邦政府的管辖权下 一些呢是属于州政府的管辖权下 说他不在你州政府管辖的那个道路上 设立AES的话 他在自己联邦政府管辖地区的话呢 可能州政府呢 在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 所以这个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 槟城方面呢 林冠英就说了 如果你硬硬的要在槟城来设的话 你知道 法庭来见 就是要打上这个法庭这个官司 所以AES呢 也形成了这届大选的 另外的一个议题 那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当然这个在沙巴 这个四千万的 什么 现金 政治现金呢 也成为一个议题 公众党就拿了这个课题的杂巴 整个的 这是巡回的去做一些 这个宣传演讲 炒作 要炒作这些课题 所以你看啊 就是到了这一步来讲啊 大选的关键临头啊 又又爆出相当多的一些 对国阵不太有利的这些事件啊 还包括了这个什么 呃 我们的这个首相部长达斯里的儿子的 这个这个这个课题啊 等等的这些 这些东西呢 都一再的呢 就是给呃 所有的呃 不论马来社会 印度社会 还是华裔社会啊 一种印象 这印象就说 哎呀 这个国阵呢 是有点这个霸道了 或者说是腐败了 或者烂权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对都没有带来太多 给这个国阵加分的这种印象 所以来接大选的话呢 这这个结果呢 都是可能会有令人意外的 这种结果 对 好那今天非常这个感谢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 跟我们度过了第一个小时啊 接下来呢 这个假期 迪巴巴利呢 我们真是要谈一谈 要好好的谈一谈 其实我呃 早两天在Facebook上面 我也发了一个邀请啊 就说谁能够帮我推荐一下 有没有这个 呃 能够说中文的 这个印度朋友啊 但是呃 结果呢 收效不大 呃 有几个人 但我也认识 那我觉得不太具有呃 呃 代表性吧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真正呃 还是生活在印度社群里面的 这个印度朋友 那有一些印度人 他是讲华文 但是呢 他大致呢 生活在这个华人社群里面啊 对这个印度人本身的这些个题 可能了解不太多 好 呃 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就天马行空吧 知道多少 咱们就说多少 知道多少 我们就聊多少 嗯 好不好 好 那一会见 好 好 那一会儿 这一会儿 我们就聊天 我们就聊天 我们就聊天